她此刻是不是也在大屏幕后边 对 女士们 先生们 请她上场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罗斯好 我就是杨文 来自甘肃 杨文 今年 45岁 45岁 别人都避之不及 您为什么在大姐的情感事件里面挺身而出呢 因为我们认识父娘 有着一起工作 即使她受伤了 即使 慢慢说 杨大哥 我心里想起她受伤了 我觉得心里非常痛苦 当时我看到她的时候 参照和红光 气光 红了胳膊 头发 气光 手 脚 腿 都是全部黑黑的 手的 因为她家人 在外地 来回 她说 她要没有办法照顾 我去照顾她了 最开始是出于同情 对吗 嗯 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要娶这个女人 或者我要跟她在一起 当时没有 时间长了 有了感情 时间长了 有了感情 就不想分开了 嗯 我想守护她 想守护她 爱护她 爱护她 我听说马大姐人生当中的第一件衣服 是您给买的 嗯 就是 也不瞒你说 我人生中活了四十多岁 我最贵的衣服 羽绒服 就是她给我买的 六百三十九 我一看那个标价 六百三十九 我舍不得买 她说 没事的 你跟着我 我一定要把你穿得好好的 飘飘亮亮的 后来她又听别人说的 什么瘾手势 瘾手势的对身体 这个排毒受伤 都排毒比较好嘛 她又帮我买了这两个桌子 这个 而且这个玉玉桌子 也是比较这个 你看就是不便宜 比较 比较 价格不肥的那种 是 是 还有一件事 我回老家 看我女儿 看我妈妈嘛 我就再看一下微信 她给我转账几千块 但是她 就哪一顿饭就是 两个白面磨的磨磨 有两个三个青椒 就这样一顿饭 喝点白开醉 就是 有时候是一碗泡面三块五 我说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为什么这样子呢 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管为了我们着想 我们现在我身体好 没事的 她说现在有你和女儿了 我一定要让你们过得好 因为她的工资就不高 就五千块钱 经常几千几千地转给我 因为这种这样的男人 我都不知道她怎样了 怎么样过的 在这儿 我有时候想她叫我 我都会做不到 在这儿 她说 我既然接受你 和女儿 我就要给你们好一点的生活 我一个大男人没事 我昨天晚上跟她说 我说 我结婚的时候 连一个戒指都没有戴过 我现在两个手戴两个左手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种事的 现在遇见到她 真的是我人生的逆转 大姐抱一下大姐 大姐哭了 两位之间的这种 患难见真情的这个感觉 其实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 现在有很多的人 对于我们的亲密关系 或者有一些年轻人 去谈恋爱也好 或者说想去考虑婚姻也好 有一些人特别渴望的是 这个对象 是不是可以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人 但是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婚姻也好 或者亲密关系也好 是锦上添花 就是我们活得可以 所以另一个人觉得我值得 所以他愿意跟我在一起 而马大姐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你在那个时候 那个样子 但是他 我相信 他之所以把你当成一个宝贝来疼爱 是因为他觉得你值得 所以好好去享受这种感觉 谢谢 谢谢